我們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這個部分呢 會在今天還有下禮拜,甚至是下下禮拜 不過因為下禮拜剛好放假嘛 所以我們至少會有兩週到三週的時間 去介紹這個Photoshop 3D 因為呢 這個是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好嗎 對不對 那麼各位呢你打開我們教材 第一個 這個是Adobe自己官方的 你打開之後可能會發現他告訴你說 無法在玩弄裡面打開 沒有關係你可以開興奮頁 你可以開興奮頁在這邊打開 不過呢大部分大家都很懶得看Adobe自己官方的 介紹啦 所以我就先列給你看一下 其實Adobe官方上 也有一些文件 特別去說明一下我們的 這個 Photoshop 3D 他怎麼做處理的 那我們先看 第二個 第二個 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Photoshop 3D 各位呢 其實Photoshop 3D從什麼時候就有了 大概是就是蠻早之前的 CS5 CS6 之前 最早是CS4就有3D功能 可是呢 一直要讓他比較成熟 大概是CS6以後 也就是說CS6以後的版本 會跟你現在用的版本 是比較接近的 早期剛出來 很驚豔但是覺得說可能有些功能在使用上還不是那麼OK 那所以說 這個呢 就是CS4 之前的 Photoshop 3D的畫面 那到了CS6以後 到CC 他都有比較 在改進一些 所以使用上會再更方便 那麼 各位呢你打開我們的Photoshop之後 其實你應該都會發現 上面是不是真的有一個3D的選單 我先調查一下有沒有同學你現在用的Adobe的軟體 還在用CS6 有嗎 如果你是用CS6的 早期的話他有分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所謂的標準版 一個就是所謂的延伸版 那 3D的部分在標準版是沒有的 那CC以後就沒有分這個版本 也就是說CC以後 基本上 它就是同一個版本而已 不過呢 你們如果不是用正版的 我之前有用過就是那個 如果你是用破解的 有些 破解完 你的3D這個功能就不見了 這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也許你可以找一下你自己電腦裡面 有沒有這個選單 那 知道這個選單在哪裡之後啊 我們順便介紹一下 其實Adobe 除了FotoShel 3D以外 事實上他在2017年的時候就發表了一個 新的3D包裝設計的軟體 那這個在我們課程會介紹 學校電腦也有裝 但是你的電腦可能預設是沒有裝這樣的軟體 所以如果 你有興趣的話 因為這個包裝設計來講算很方便喔 所以你有興趣的可能必須要去把這個軟體把它裝起來 那它的使用呢 會再比FotoShel 3D 再更怎麼樣 簡單 因為它有很多的模型 把你準備好了 你只要把你設計的圖形 看你是用在哪一種包裝上面 丟上去 你就可以 有這樣的模型可以使用 而且你可以轉換不同的角度 然後可以在不同情境做合成 甚至還可以發佈成線上 好那這個後面我會跟各位介紹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 先來體驗看看 如果說你想要 把我們文字 把它變成3D的 在FotoShop裡面你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可以先去找一張背景圖啦 那原則上我們要找的背景圖是哪一種 就是像這樣有透視角 有沒有感覺這個沙灘 是有一個透視角的 對不對 就是它會有一個透視角延伸過來的 你如果是這樣 從上面正正的往下拍 這種的就不行 因為沒有透視角嘛 所以效果就比較差 好不好 所以麻煩各位呢 你先找一張 比如說你要跟我一樣你可以找沙灘啊 對不對 沙灘 好我們就來找找看 我們的圖片裡面 有沒有像這些都是有透視角 透視角透視角 這些都OK 但是如果是這一張 效果就比較差 因為它是由上往下拍的 對不對 你就找不出它的透視角在哪裡 好所以 你可以找找看 找一張你喜歡的 那我們就 先來試看看 假設你要這一張 我就把這一張 複製起來 我們先拿到我們的 Photoshop 裡面 來用一下 好 把它貼上去 OK 先等各位一下 現在大家都找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試看看啊 你可以把你想要加入的文字 就從左邊這邊 那什麼樣的顏色 其實你可以自己決定到 沒什麼關係 如果用白色的 那字體的部分 如果你要用中文 就比較不建議各位太細了 原則上像我一般3D的字 通常比較不會找太細的 細的 那個效果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好 大小 就把它稍微大一點 我就 先打一下 好 我就先打這三個字 那我看一下 這個字 看起來 應該可以再變粗一點 好 再大一點 OK 那麼打好之後 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3D的工具列上面 有沒有就是一個 直接變3D 所以打文字可以直接變3D 那麼如果說你 忘記了 或者你覺得 我還暫時不要 沒關係 你先打個勾 字上去了 我們就來這邊 到3D 這個選單 你現在已經選到的是文字圖層 所以我就可以告訴他 我要根據我現在所選到的文字圖層 把它直接變3D模型 這樣也可以 這兩種方式都OK 你把它按下去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真的切換到3D模式喔 有沒有 3D的工作區 因為平常各位的工作區都不是這一種的 都是一般的喔 所以你按是 那你待會會發現他的工作區長得不太一樣的 有沒有直接變3D了 這個時候他會有一個像這樣的網狀的 平面跑出來 這個呢 那就是未來各位你的什麼 就是我們剛講的 為什麼你的照片要有透視角 這個平面要跟你的透視角是相同的 也就是我們現在有點像在做AR 要做擴真實境 把虛擬的東西 是不是要加到哪裡 是不是要加到真實的照片裡面 那你在做影像合成也是一樣啊 照片 如果我要跟背景做結合 你的 投影 你的光線 還有你 這個 顏色 是不是都必須要跟我的 背景的 光線方向一致 這樣才會逼真嗎 那我們 只不過是變成3D而已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先試著進來 那你進來之後呢你會發現 你是在所謂的移動工具 移動工具這邊 那他就會有左上角呢會有 所謂的不同的角度的透視圖 左下角這邊會有這個 照相機的工具 上面 會有 這個 工具列裡面呢 這個是移動 我們的3D模型的工具 所以這裡會不一樣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我們在 右手邊這裡 這裡 各位你現在會發現 欸 我好像多了一個叫3D的面板跑出來 有沒有 我們的塗層你可以看到 3D塗層有沒有長得跟平常各位我們一般的塗層不一樣 一般塗層長這樣子 3D塗層右下角會有一個立方體 那麼你要編輯這個內容就要進入到所謂的 3D這個面板裡面 好要進到這邊來才有辦法編輯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其實3D塗層對ForeShot來講 也是一種塗層而已 跟 一般的2D塗層是不是可以做整合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我只要點到的是一般的2D塗層 我的那些工具就消失了 只有你在3D塗層的時候他才會把 你的工具 把它顯示出來 那 你如果換到其他工具你看 也不見對不對 原則上主要我們就是 把工具 放在這個移動工具上 你的這個3D的這些輔助的 工具 才會正常顯示出來 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現在我們要真的來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他 因為我的還好 進來應該就還蠻接近的 但是各位進來不見得剛好跟你的透視角相同 第一件事情各位 我們最重要的 並不是馬上去移動這個模型 因為很多 同學剛開始用Foreal 3D 最忌諱的就是 一開始趕快 調高一點 調到哪邊有沒有 轉個方向 這樣你就完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件事情 是要調整攝影機 就是我們左下角這邊 也就是說我模型不動 但是我攝影機轉不同的角度 我就可以去調整我下面這個 透視角網格 好去對準我的 照片裡面的那個 透視角 所以 請你把 滑鼠的游標移到這邊來 有沒有 你看我們移到這邊 這個就是旋轉 環照 記得這是攝影機的 這個是攝影機的前後左右的移動 這個呢 就是 往前 Roon in Roon out 這叫推 所以呢你要怎麼用 你看喔 我如果覺得這個腳步 那對 請你按住他不要放 有沒有發現我的網格狀在移動 對不對 你要按到這個上面 就好了 你不需要跑到上面來 你就在這邊 有沒有 那我就稍微拉低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我的透視角 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再來我想要前進一點 後退一點 你看這樣子 有沒有平移拉高拉低 所以有些人可能進來的時候 你的模型比較靠上面 你不要去用這個 去把他移下來 因為這個 網格狀 就是 你的地平線 也就是你未來 接收陰影的地方 因為我們如果去模擬燈光 他會有燈光照下來 以後這個地方就是接收陰影 如果你掉到地面以下 很抱歉你的物件就不會有陰影 這樣了解 好所以 你可以 透過 第二個 這個所謂的移動 去調整 你模型 高低 就所謂的 距離你 照片裡面地面的位置 你就把它擺到你覺得比較適合的地方 那再來這個呢 就是 攝影機的 Ring in run out 有沒有 你要放遠一點 要放近一點 那他就會依照你這個透視角 比較遠比較近 你就不需要刻意的去放大他 或縮小他 事實上各位你現在應該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我們後面有個影子投影在地面上 對不對 這裡有個黑黑的 他就是會投影在我們這個 網格狀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這個部分是剛開始學佛樂效3D 各位最難的 為什麼 因為剛開始你們對於這種 就是 3D的部分 比較沒有概念 因為平常各位都只做2D嘛 你從來都不會想要換不同角度看 去調整他的 這個 前進後退你只會放大縮小 但是呢 這樣子是不夠的在3D裡面 真的 需要適應一下 記得 就是滑鼠移到這邊 按住 托衣就好了 在這邊按住托衣去做調整 那麼如果你確定我的 透視角都已經調整完了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好我真的要把這個模型放高一點 可以啊你看 有沒有感覺 陰影永遠都在下面 對不對 因為放到這裡叫做地面 就是我們這個網格狀 叫地面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去旋 調整他的高低 也可以透過怎麼樣 來我們靠近一點點 我把它放大一點點 你看 我這邊放大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邊 這邊 1 2 3 3 有3個對不對 箭頭是移動 沒有問題 這個是不是旋轉 這個是縮放 所以如果你只要針對某一個軸向 去做 位移旋轉縮放 你可以在上面按下去之後 他就會鎖定這個軸向 鎖定這個軸向 比如說你看我按這個 這裡 變了 這樣有沒有只有他 針對地軸在做旋轉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做縮放 這個 就是只有地軸變大變小 那如果你要等比例縮放怎麼辦 等比例縮放 請按中間這一顆 有沒有看到 最中間有一個灰灰的 這一顆 這樣子有沒有等比例縮放 好所以這個看你的需求 有些時候 你需要的只是什麼 很單純的 我要 某一個方向的 你就只有 在這個軸向上直接做就好 這樣就不會移動到不同的方向 這樣清楚了 好所以你可以先找到 你的透視角 因為這個是剛開始 各位在學習 FORSEL 3D的時候 最不容易 去習慣的 因為跟平常各位使用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字 你想要改顏色 編輯文字的內容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各位 你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你平常Photoshop文字內容 也是可以改的嘛 對不對 我們找找看 因為呢我們現在 進入3D模式之後 除了你有一個 這個叫做3D面板 各位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在他的上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內容 這個內容面板 會隨著你點到的不同物件 那 他的屬性 就會不一樣 其實從Adobe CC 大概 好像是2015 還是2017 以後 就是這個內容 面板 越來越重要 因為他有點替代了我們上面這個叫屬性 好就是他有很多的 功能設定都會在內容這邊顯示出來 所以你看我現在點到文字 就會出現文字這個模型的 相關的設計 如果點到是 這個 攝影機 有沒有 這裡就變攝影機了 所以你點到哪一個 不一樣 那我點到這個文字之後 你可以看到上面 顏色是不是可以從這裡改 再來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去編輯你的文字來源 也就是我今天不要用這個了 我想改成中文或其他的字 你把它按下去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另開視窗 但是呢 這個格式 好像是各位從來沒有見過的 以前我們 這種檔案存檔的時候 是不是叫做PSD 對不對 各位你注意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叫PSB 什麼是PSB 這個B代表Big 也就是他是屬於 Photoshop裡面 有點類似群組那種概念啦 就裡面的物件 那我另外獨立一個檔案出來 叫PHB 所以 你可以 進來這邊 去編輯你的內容 有沒有發現文字又可以編了 對不對 對那我如果改成中文的 當然可以啦 好 改完之後 打個勾 然後呢 把這個關掉 但是要記得存檔 按 有沒有發現變了 這樣有沒有感覺了 好所以 你去編輯這個來源的時候 他會另開視窗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 記得喔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那些工具不見了 因為我現在並沒有在哪裡 移動工具 我現在在文字工具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他按下移動工具 是不是就回來了 那你可以透過這樣再去做調整 比如說我把它放低一點 這樣 這是第一個 如果你要編輯他的文字 那第二個 我們剛剛都透過 把文字變3D 是有產生一個厚度 但是這個厚度 不見得你喜歡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來我轉一個方向好了 我來幫他先旋轉一個方向 我們看一下 現在這個厚度蠻厚的 那我不想要那麼厚 可以嗎 可以的 就是在右手邊 一樣在內容這個面板 記得前提是 你一定要先點到你的 3D文字這個塗層 其實我們在3D 這個面板 這裡面的東西 就跟各位平常在用 Photoshop的塗層一樣 每一個塗層都是獨立的 每一個塗層都有一個物件 就看你點到誰 內容就跟改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叫做突出的深度 我們的 3D模型厚度 就由這邊決定 你看到嗎 往右邊有沒有越來越長 往左邊 如果你變負的 他就往前突出去 如果你變正的 就往後突出去 所以呢你可以直接 在這邊直接 去打 比如說你只要 一公分 你就打上去 他就只有一公分的厚度 這樣了解 所以不一定要很大 那這種東西 其實我們 為什麼要第一個 在Photoshop3D跟各位介紹 因為各位 請問 學校過去點點那條C叫做什麼C 白RK法子C對不對 好來看一下 法子C 各位你沒有注意到法子C 就有一個這個嗎 有沒有現在外面常常看到這一種 對不對 你知道你現在在哪一個學校吧 那個學校的操場 好像也有放一個 你們去上體育課的時候有注意到嗎 有沒有寫個LTU在那裡 有對不對 對啊 所以 這種3D的印象很多 那 他們都會挑比較容易做的 為什麼比較容易做 你們有發現字型就是黑體的 不是嗎 因為沒有像我們一般 像標開體 或是有那種 或Times 他都會有一些零零腳腳的 那個要做比較難做 黑體的比較好做 這樣了解 所以 我們在Photoshop裡面 你就可以像這樣去做好 那你就可以融合進去 這樣有沒有一點概念 那如果呢 你的 陰影 不對怎麼辦 什麼叫陰影不對 就是我們光 光線的方向 比如說我現在 他是 光線方向應該是從這邊下來的 那如果你覺得我的這張照片 像我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他陰影的話應該是比較偏從上面下來的 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一樣在3D塗層這裡 剛剛我們在編輯的是文字 你看上面有沒有一個叫無限光 好他 跟真正的3D一樣 他也有燈光 這樣有沒有看到 他已經切換到燈光了 那我們的燈光其實有分什麼 點光源 聚光燈 跟所謂的無限光 預設他會給我們的這種叫無限光 好那你就可以透過 這個 去調整 有沒有發現 我的 方向在改變 對不對 陰影的方向 如果以我們現在來講大概就是有 比較上面正中午的 好這樣投影下來所以下面會比較 明顯 這樣了解 那你投影下來之後 你看我點到燈光 就會牽涉到另外一個 上面的內容 內容有沒有已經變成 燈光的內容了 陽光的強度可以調整 顏色也可以調 還有一個 要不要產生陰影可以調 另外一個跟各位平常做2D一樣 請問 2D的陰影 可不可以 做一點點羽化的效果 我們現在這個陰影有沒有發現這個陰影的邊很銳利 因為他預設 陰影有但是怎麼樣 柔軟度是底 表示很硬 你可以把它稍微拉開一點點 你就會發現下面這邊 陰影他會 變成 比較 柔一點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去了解一下說 其實我們 就是像這樣去 做調整 你就會比較接近 原本照片裡面的那個透視角還有陽光方向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你點到的不同的 3D面板的塗層 他會有不同的屬性就會出現在這個內容面板 那最後呢 如果你要輸出怎麼辦 在這邊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其實還是屬於什麼 比較粗糙的 對不對 你要真正輸出就在這裡 3D面板 跟我們真正3D軟體一樣 他要經過演算 叫做random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 他就會開始很認真的開始幫你把整張圖 開始做3D的運算 有沒有感覺他就 旁邊 他會慢慢的在計算 但是這個呢 就是Fortial的一個缺點吧 因為這個要 一點時間 就沒有辦法太快 而且他不是只有算這裡 他會算整張圖 即使你3D站的模型的 的這個比例比較小 他還是整張幫你算 整張幫你算 那請問你 你有用了3D之後 請問各位存檔的格式 你要存什麼格式 平常各位Photoshop 是不是都存成PSD 所以這裡不要懷疑 就存成PSD就好了 你打開的時候 只要你點到的是這個 3D塗層 然後呢 又在 我們的 移動工具這邊 你該有的 就會繼續出現 這樣有沒有比較了解了 所以我們先透過這樣的一個範例 讓各位了解一下 基本的Fortial 3D 你該怎麼做處理 你看我現在已經輸出好了 有沒有 Render好了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 直接存成 PSD 這樣就可以了 把它另存成PSD 就可以了 OK